今天因為第一次上課 我簡單講一下 我發現好像只有兩位同學是有基礎 其他同學都沒基礎 所以我們一樣還是按照原定的進度 因為每次上課我會統計一下 如果大家程度都其實還蠻好的 那也許我可以上的速度快 那如果大家都可能程度沒那麼好 也許我就大概取個平均值吧 如果有上過的也許你可以充當一下助教 也可以幫忙一下 因為這樣比較可以平均 因為像有些東西的話就是會 這就是一個小地方的問題 那大家一看也許慢慢就抓到藥裡 反正程度最重要就是不要寫錯就好了 因為如果寫錯他就一直不能亂 那當然另外寫錯也是必然的 所以你不要一直擔心說你寫錯了 因為寫錯是必然的 你不可能說一下就寫對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上課都對 因為不能上課一直寫錯給你看 所以一定都是對的 但是要解bug也是學習程式的一部分 所以將來你要看懂 他如果有bug他會告訴你哪裡有bug 他會有一些錯誤訊息 那會顯示出來你要能夠看懂錯誤訊息 而且他會告訴你說你錯誤的地方在第幾行 所以你要去看說第幾行有錯誤 那如果你把那個bug解掉的話 那以後發現錯誤就解掉就好 其實寫程式真的不要怕會寫錯啦 寫錯是必然的 我即便寫了幾十年我還是寫錯啊 寫錯就找出來就好了嘛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但問題最怕的是你找不出那個錯誤在哪裡 那是最大最大的問題 OK 那等一下的話大概會有幾個方向 我大概先第一個 我自我簡介 第二個大概說一下參考書目 目前Python的書太多了 你們現在就是去書店大概run一下 應該電腦書目前最多應該就Python 不過能夠run 能夠夯多久不知道 因為其實大概十多年前 最夯的是Java 你會發現那個Java 哇全部都Java 沒有幾乎沒有別的書籍 不過那個年代其實Excel還是這樣子 就是大概會居次啦 但是現在還是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 他都老二哲學第二 他也不會是最好也不是最差 但是他就是有需求 所以未來Python能夠 不知道多久啦 OK 但是未來取得再一次的 應該會有一個趨勢 如果從C++Java到Python 他一個最大的演變就是程式越來越短 然後他的語法越來越簡單 OK 比如說第一個哪裡不一樣 第一個那個宣告變數的時候 以前那個Java就要宣告 每個都要宣告 而且形態要宣告 非常非常嚴謹 嚴謹到一個不行 OK 那現在的話呢 Python是不需要宣告變數 反正你說不需要宣告 什麼時候產生變數 當你第一次負以值給他的時候 他就產生了 所以不需要喔 OK 所以以前寫 那你第一次給他文字 他這個變數就是文字形態 如果你第一次給他數字 整數他就整數形態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所以初始值很重要 你什麼時候給他什麼樣的資料 他就是什麼樣的變數了 OK 不需要像以前還要宣告變數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像大瓜糊 以前C++Java 一堆大瓜糊 要開頭大瓜糊 結束大瓜糊 那你瓜糊 如果沒有對稱 上面有下面沒有 就BUG了 對不對齁 但是現在Python 完全沒有大瓜糊 哇 簡直是太好了 那以前公看大瓜糊 是一件很頭痛的事情 對不對齁 那他怎麼去定義大瓜糊 這件事情 我剛剛有提到的 就縮牌 有沒有 所以你假設說不用大瓜糊 但是你一定要確定有沒有縮牌 那所謂的縮牌 就是說你的上一階跟下一階 是有關聯性的 所以記得 有該縮牌的地方 一定要縮牌 縮牌應該知道 按TAB鍵 縮牌 哪個地方要縮牌 縮幾階 這是固定的 你要知道該怎麼縮牌 這個很重要 這是程式疑問 因為很多人想說不縮牌 一run就錯了 OK 然後其他的話 我們待會就是大概會有幾個 所以今天的目標 基本上第一個 把開發環境建起來 那怎麼樣把環境弄起來 當然 Python因為它是一個所謂的自由軟體 那自由軟體 那一般理解是免費軟體 不過它其實也不是免費 它商業用途 你要必須要申請要付費的 OK 商業用途 也就是說你用它來牟利的 那怎麼定義 這是自己憑良心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大部分其實怎麼定義 你一般用的話 所以通常是不太會付到費用的 有沒有 OK 哪怕你是一個營利事業 但它在用你怎麼去定義 你怎麼知道它在用 對不對 除非它裝了一些什麼東西 有沒有 你問它它不會這樣做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因為沒有付費 所以它也不保證 它這個環境是沒有錯誤的 也就是說將來如果你發現錯誤的話 你不要來找我 因為我也沒收你錢 所以你也錯了 也不太有什麼理由 我說你寫信 跟它講 那裡面有bug 可不可以幫我修改一下 它根本不會想要理你 OK 另外的話當然 Python除了說它本身的環境之外 其實有三十幾萬種第三方 也是免費的一些套件 就是可以解決 一個套件就可以解決至少一個問題 比如說語音辨識、影像辨識、一對一對的套件 那些也不用付費 但是一樣的問題也發生 那個套件本身也有可能有bug 那有bug怎麼辦 反正你要 不過它有一些討論區或issue 你可以在上面留言 它會去修正 但可能要看作者本身 所以有的時候 你們在用延伸的套件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小心 OK 好 那其他的話 大概今天的目標大概就是結構控制 那回圈 那再來有關串列 什麼叫串列 其實串列英文就是list list list其實應該翻譯成叫清單吧 可是它這邊一般習慣就把它翻成串列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它就這樣翻就這樣翻 所以你看它串列就是個list 那這個list的白話意思 其實就e-sale裡面的清單 e-sale裡面一欄 裡面有沒有放很多資料 不是清單的嗎 那其實就資料庫裡面的概念 反正你就資料循序放 那只是說它有個概念 我覺得跟big data很有幫助 因為big data裡面有個概念 就是資料型態不定 可能我今天這個是放數字 下一個可能放文字 再下一個可能放其他的各種不同的型態資料 那如果你今天是串列的話它沒關係 你放什麼愛放什麼都沒關係 就是形態不需要一樣 那所以它跟那個以前的Java 或者C++很像是像政列 但問題是Java是一定要同一種 比如說你這個政列是文字政列 你裡面只能放文字 你不能說一下放文字 一下放數字 一下放什麼不行 這點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其他都差不多 那可能你會想說那這樣的話 不就以後就這樣隨便放就可以了嗎 因為大部分人都比較不那麼嚴謹 所以真的工程師可能比較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嚴謹的工程師 就不適合用Python 因為它定義本來就不是非常嚴謹的 那因為這樣關係有個缺點 就是執行效率比較差 因為什麼都可以嘛 其實這個概念跟以色爾蠻像的 以色爾為什麼大家都喜歡用 因為儲存格你愛放什麼放什麼 你現在放個文字放個數字放個什麼 通通OK沒問題 可是假如說你改成那個資料庫的話 有沒有像SS啊 不行 你現在要放什麼 你這一欄你給我定義好了之後 你就只能放這個 你不能放其他的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SS現在幾乎都很 Office裡面有一個SS啊 沒什麼能用 因為現在比較起來的話 現在太難用了 這也是因為這樣關係 我覺得Excel 這個是普遍的原因 然後其他一樣字典 字典跟串列有點類似 但是你可以理解成它是兩個欄位 有沒有一個欄 像串列是一個欄位 A欄好了 那字典的話你可以想像成 Excel裡面有兩個欄位 A欄跟B欄 那特別是說 字典的話 A欄它就是一定要放 叫做所謂的ID 或者叫Key Key的話 有一個 有點像資料庫一樣 Key的話一定不能重複 就跟我們的ID一樣 身邊知道絕對不能重複 所以字典的話多一個Key的概念 那其他就是檔案啊 資料庫的處理 如果資料庫處理 慢慢好像大家比較喜歡 把那個資料庫改成Excel 所以有時候就希望 剛才直接把資料放Excel 可以丟Excel 然後可以從Excel把它讀出來 等等的相關應用 這個也許可以在彈性 再做一個變化 那一些後續的那個應用 這個我想後面我們再看 首先的話 這個如果要找 我自己本身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話 還蠻容易的 在Google查 吳老師 或吳老師教學好了 其實我應該都排在蠻前面的 本來吳老師排第一個 不過後來另外一個 吳老師他把我擠下來了 原因是因為他是教別的東西 他不是教程式 他教麻將 打麻將 所以你們Google 所以你打吳老師教學 應該就會 吳老師教學 OK 我應該是排第一個 沒有問題的 然後 其實我教過的東西還蠻多的 包含就是像 Excel VBA 或者像手機的APP開發 等等的 最早還教過像Java PHP JSP 反正一堆 只要跟層次有關的 商用的 基本上都有涉獵 那未來的機會 其實你說未來 大概會怎麼演變 其實不拖這種ABCD 那簡單講 最好理解是ABC A的話AI 這個應該現在沒什麼質疑 B的話就Big Data C的話就Cloud 那現在ABC 基本上要串在一起了 AI不可能它獨立存在 它一定是把東西放在Cloud的上面 然後呢 產生的Data 就放這個 就放雲端上 產生一個Big Data 然後去串在一起就對了 那其他的話 還有第一的話 也就是像那個 很像辨識的 比如說人臉辨識啊 車牌辨識 各種辨識 或者像工廠裡面也有辨識 以前要作業員的 現在就不需要 用照相就可以了 然後像電動車啦 像Fintech 像數位金融 所以我大概 剛好想ABCD 所以這些都是未來的趨勢 我不知道 貴公司的那個領域好像不太 是醫學方面的 所以當然也是跟Big Data 有點關係 那只是說怎麼應用 這個可能就是看 稍微自己的一個變化 那這是我一個簡單的簡歷啦 就是 如果你Google 我剛剛提過啦 或者你可以在CubeGP查一下 你查那個 台師大吳老師 好像吳清輝老師 好像有答案耶 而且我問了好幾次 答案都不一樣耶 OK 好像第一次 那他抓什麼時候又可以 OK 所以 它是有資料出現的 然後 不過Google好像有點落後了耶 我一直很期待Google的AI 趕快出來 不然的話怎麼辦 所以這次市場都快要被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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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的話 我有之前常寫部落格啦 其實常就是寫 現在寫的比較少一點點 然後 我還有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目前訂閱人數大概三萬九 然後 都說是教學的東西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去經營 我主要就是把上課 像類似像這樣的畫面把它錄下來 然後把它直接丟上去 我連 我連剪輯都沒有 OK 我都直接 但是我會分段 一段一段的 然後 頂多就上字幕 因為有同意說 老師為什麼 人家 網紅給我字幕啊 你為什麼沒有字幕 OK 好啦 後來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我用那個Python裡面 它有語音辨識 我就寫了一個簡單的程式 有沒有 然後丟進去給它 製造 把那個語音啊 把它轉成那個文字檔 然後再加上去 這樣就搞定了 不然的話光自己上字幕很累了 你要跟著打 誰要錯啊 你又不幫我 對不對 而且我又沒有賺什麼錢 我做這麼辛苦幹嘛 OK 比我上課還累 所以其實你說這個網路世代其實只是做有 因為必須要跟這樣時代 所以我們大概與時俱進 那我曾經在擔任過那個執行長的工作 我那也拿了一個獎項 然後慢慢就是比較沒有那麼辛苦 不想怎麼這樣 不想那麼辛苦了 OK 所以也許可以比較有彈性一點點 然後 所以就是有一些課我就上 如果沒有課我就休息嘛 所以我現在也蠻享受 像這附近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我剛那個 問我這熟不熟 我都還蠻熟的 因為附近 我還蠻常坐火車的 或者是騎U-by 或者是騎車 開車現在慢慢越來越少 因為我覺得開車真的是越來越習慣了 而且現在開車有時候 他平常都要理讓行人 不過現在更要理讓行人 現在誰要看一下 還未讓過 還未讓過 一定要比上警察 警察還射上這個狗燈 對 他可能 是不是有個假裝的 然後突然衝出來 然後 是 業績嘛 因為我也遇過那種警察 真的 他突然幫我來一下 我說怎麼樣 你剛剛沒打方向燈 不過他想說我剛剛有沒有打方向燈 其實我的習慣都很好 我應該有打 但是我誰會記得我剛剛有沒有打方向燈 對齁 好好好 算了 你趕快開一開齁 後來他會給我開三百塊的吧 我不知道 OK 所以 那目前的話 我也能在企業 像這種課程 然後另外就是在學校 學校目前在台師大 像東吳啦 那 那 主要還是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那 大概這樣 OK 那也擔任過一些什麼命題委員等等的 OK 那我也拿過一些獎項 什麼 教學卓業啦 或者是 驅使先鋒啊 那 我的證照也是 滿多的 大概三十幾張吧 大概都是程式啦 或者各式各類的電腦相關證照 那 有一段時間 現在還滿認真的 反正想到這不會 我都去考一下 不會 就考一下 OK 感覺好像收集勳章的那個概念 有沒有 這不會 考一下 考一下 OK 所以理論上應該 大概 該涉獵應該都會涉獵啦 能夠 不懂的就問一下嘛 就學一下嘛 OK 你會發現到處都很有趣啊 OK 每個每個地方 像我看 我看一下 這會公司的網站 我覺得也滿 因為剛好 那內容 我覺得還滿好的 因為 跟那癌症也有關係 應該非常非常的 但是問題 這東西應該非常非常的 需要大數去分析吧 OK 還有一些影像啊 什麼 因為我太太 她是在醫院上班 我們也常聊到 我跟她講說 我今天要來這邊上課 她就很 她就很好奇啊 她就覺得 她就滿有興趣的 因為現在 那個醫療院所 其實對那個AI這方面 的應用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有興趣啦 只是說 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大家也 大部分 我聽她講 還有看他們的一些資料 我發現好像也僅止於 好像大家就有點像拜拜一樣嘛 大家拜一下拜一下 至少就是說 你是至少知道有AI這個東西 那AI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也僅於知道 但是細節 可能還不是那麼清楚 更不要說有實作啦 也要拿到東西 能夠demo一下 沒有 其實我覺得還離那個 有點遙遠 OK 至於要怎麼做 我覺得還是要真的 動手做 才有辦法有一個答案 那目前 RUN AI的東西 其實當然最普遍還是用Python 那只是說Python要怎麼做啦 當然 我剛剛有提過 它有三十幾萬種的外掛 還不包括就是沒有公開的 那這些外掛怎麼掛上去 不過基本你要先了解基本語法 後面的東西才有辦法去RUN 然後 那有關那個證照部分 我覺得也是一個目標啦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學習這個東西 你就會非常有興趣 你去考個證照 我覺得蠻好的 可是證照題目非常多 像這個證照就九十題 然後考試的時候 一題只能給你十分鐘思考時間 然後一次考九題 九題然後給你一百分鐘 然後等於是說你要七十分就即可了 題目大概就是也沒有很困難 反正就給你一個題目 比如說請你設計出一個BMI BMI裡面哪些條件 輸入什麼之後得到什麼結果 我要看到什麼 這樣這題就等於是過了 總共有九題就對了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興趣的話 所以這證照大概有九題吧 大概就考這些 不過像這種證照 其實跟我們現在要學的 其實也是目標一致的 因為反應律例是學像 如何了解長數啦 變數啦 或者是一些敘述啦 或者運算式啦等等的 然後還有選擇敘述 迴圈 進階控制就是把上面三類結合在一起 然後還有問你會不會寫Function 類似像這些東西 然後第六類就是LASER 第七類就是Triple SET 字典 然後字串 檔案等等的 大概就這些 所以未來如果各位對於學習有興趣的話 因為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那它是採那個即時的就是平分的 也就是你做完馬上丟到你馬上 如果亮綠燈就過了一題 有沒有怎麼說九題啦 那這次我在考場把它拍下來的 因為我就拿100分 OK 老師看我要去考啊 那我考給你們看嘛 OK 因為我自己也教這種課程嘛 所以你自己都沒去考 那你怎麼說服別人 像我因為一些其他的同事 我說你自己沒去考 你怎麼 反正沒考學生怎麼會知道 對你也不要特別講 但是感覺就是好像你會有心虛 通常學生問你說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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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的一些流程 你怎麼回答 對 當然會有點心虛啦 考過至少會比較踏實一點 那其他的話 相關書籍啦 我想你們自己去看 反正像去書店 因為我 其實我本來對於底下的這個 這個墨 遠雄的墨啊 沒什麼興趣 不過後來我之所以會特別有興趣是因為 因為我習慣到一個墨 第一個會早點看有沒有書店 對 後來我發現這邊居然有個書店 而且這個書店書還不算太少 對 墨腳石嘛 對 墨腳石嘛 只是說沒有座位而已啦 那窗邊好像可以坐一下 而且那邊有很多那個 Python相關的書籍都有 因為我有看過了 所以或許啦 各位有時間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大概像什麼 這個什麼 初學特訓班這種書籍其實就蠻OK的 自己可以稍微了解 但是哪怕是它寫得很簡單 但是說真的閱讀起來還是蠻困難的 而且像這種電腦書籍 我覺得最大的缺點就是說 它寫得有點像工具書 就是像那種使用手冊的感覺 誰會喜歡一直閱讀使用手冊 你家買一台電視回來使用手冊 你會看嗎 一定是有問題才翻一下 可是問題這樣你就沒辦法了解它怎麼用 所以這個 所以很多人自己看書真的沒辦法 所以就上課了 上課當然 像現在很多線上課程 我發現其實對於實體上課有點衝擊到 但問題是實體 所以就線上上課它沒辦法護斷 所以像我們這種實體上 你們有問題大家可以發揮 而且我還喜歡 不是喜歡線上 我喜歡實體 因為至少可以看到學生的表情 哪怕是痛苦的表情 至少都很痛苦了 所以可能要再講有趣一點的東西 不然的話 每個人都會學得非常 然後如果比起其他的語言來說 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剛剛最常比的其實就是像Java 因為它是等於是上一階段的一個最熱門的語言 雖然不是說它現在不熱門 只是說以台灣目前的現狀來看 其實好像沒那麼熱的 就是學的人沒那麼多 那主要原因我剛剛有提到 真的是太複雜了 比如說你要宣告 光形態就很多種 而且宣告的時候要很嚴謹 而且它裡面還有所謂 物件導向的觀念很強烈 但Python不是沒有物件導向觀念 只是可能它沒有 你如果沒有物件導向觀念的人 也是可以寫成是沒有關係 可以寫 那你說老師 那我想要寫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可是問題很複雜 舉個例子 就像說你今天要一個馬克杯 你會選擇 一去樓下找一個吧 對不對 第二去工廠開個模 應該不會去開個模吧 所以有的時候有的人說 老師我一定要把物件導向觀念學好 對你以後要開工廠的話 開模 大量複製的時候需要 可是問題你也只是金毛蒜皮的事情 你幹嘛寫個物件 對 就像一個馬克杯 你就一個而已嘛 了不起兩個好了 三個好了 你何必寫成物件嗎 OK 但這種說法喔 其實不能講 OK 如果大家都這樣想的話 就沒有人想要學更高難度的 可是反過來看 你如果學了 反而讓別人學不下去 那不是更好讓別人 這個沒有學習程式的意願 不是不重要 但是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很優秀的設計師 那也許你就可以 再往那個物件導向的方面去學習 這個可能就大家了解一下 需求不同 我覺得啦 因為我比較會有同理心 因為我會看到學生需求 所以你們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寫程式 你又不是每個人都是天才 而且每個 說這樣 很多人其實他只是僅止於 要會用就好了啦 我發現這大概這樣百分之八十耶 有沒有 真的很厲害的 看那個一趴 我大概只有看過一個學生很厲害 他真的過目不忘了 程式可以廢起來 真的太強了 然後考證照考試的時候 他可以用那個記事本喔 記事本就是那個黑白的 然後把它全部打完喔 Java喔 然後存檔run OK 然後100分 OK 但是真的只有萬中選一的啦 然後可能 那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那可是要是我啦 我還是希望說你們寫得愉快 優雅一點嘛 你不要說自己把自己好像逼到那個極限 對不對齁 然後很痛苦的學 那也許只有僅這個吧 你過了你也許再也不想要去碰這個東西 而是盡可能的很舒服很簡單的 然後你平常就跟你平常打開Exail一樣 打開然後可以馬上可以做做完就存檔就OK 搞定了 這樣子的話我想你比較會有意願啦 不然的話你想到說 欸我第一個我要幹嘛 第二個我要幹嘛 第三個 哇我剛想到這些 誰會想要去碰這些東西 就像Java啦也是一樣 哇光想到Java的那個設定 這簡直是頭大的 對我們都覺得頭大的 更不要說學生頭大的 所以目前來說Python真的是 比較能夠讓你優雅一點 然後至少也蠻明確的啦 另外就是簡單的一個高階語言 那所謂高階就是說 它其實真的不是定義在一般低階 所謂的低階工程師 它可能會很需要讓這個層次跑得非常有效率 然後速度要快 然後記憶體要用很小 沒有它這個很浪費記憶體的 OK 不過啦你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記憶體隨便一台電腦 你說沒有8G 應該這可以丟掉了吧 OK 連手機都有8G的 手機隨便一台沒有8G的記憶體的話 應該真的 OK 所以其實你真的不用擔心 以前的電腦 以前為什麼會這麼需要嚴謹 其實當然有它的原因 因為記憶體非常小 記憶體很早以前好像了不起1G的RAM 就已經很頂天了 現在1G的RAM這種電腦大概可以丟掉了 OK 所以時代不一樣 另外的話就是說執行效率上面 你們也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執行效率 他們隨便的CPU效率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這個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這個大概也跟台積電有點關係 我發現台積電的製程真的是太棒了 又快 然後用電又少 然後溫度又低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排名 我想這個排名也許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我後來有更新過 就是從2016到2021 其實Python目前已經是排全世界最高 不過這是全世界的啦 那以台灣來看的話應該也差不多是這樣子 Python應該也是熱門度最高的 只是說這個熱門程度會維持多久 也沒有人敢知道啦 未來5年到10年應該還會再航吧 但應該會有後期之效 就是說比那個Python更簡單的 甚至未來我在想說 那個程式未來可能圖形化 有沒有 類似像堆積木這種 這種程式的開發 或者是說怎麼講 詢問式的 比如說可能像Charge GPD 他可能將來有一個環境 會不會像微軟這樣 微軟現在很聰明 你只要跟他講需求 他就幫你寫 像Office下一代 他結合AI 比如你要寫一個報告 那你就跟他講 我要寫什麼什麼報告 然後加上什麼什麼圖 敘述越清楚越好 他就幫你先產生的 欸 那以後會不會有一個開發 Visual Studio 因為微軟 Visual Studio AI 然後寫Python 然後以後你跟他講 我想要寫什麼什麼程式 然後裡面大概在什麼什麼 OK 好 他就幫你產生的 然後架構都有了 哇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本來也有啦 那個微軟的那個 因為微軟把那個 有一家公司叫Galb 有沒有 他把它買下來了 然後呢 把它全部裡面的 因為都是所有工程師的清寫嘛 把那些程式 把它弄成一個叫Copilot 那Copilot就是要錢的 他幫你寫程式 也是一樣 所以現在很多工程師 基本上錢字都不自己寫了 大概80%都是Copilot產生的 OK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趨勢 很多東西其實不需要那麼累 但是你還是要懂得自己要什麼 然後有bug你要能夠解得掉 這個我覺得才是一個重點 那所以今天的話第一件事情 我們就開始來看那個 這個開發環境的部分 那因為開發環境跟各位講 能夠寫Python的方法實在太多太多了 那哪一種方式最適合大家 其實後來我發現 最好是一個懶人的方式 像現在有一種套件 像那個Alaconda 它也有這種東西 可是問題 它還是裝了太多了 而且它還要下載 安裝起來好像 最早我記得 裝好幾GB的東西 現在好像比較小一點 但是還是要裝很久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式 就是把需要的留下來 不需要拿掉 然後也免安裝 然後的一個懶人包 OK 那個懶人包 其實請各位 待會的話可以連到我的雲端上面 就是我的雲端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雲端的位置是在 這個 因為我預設 把那個免安裝環境 把它預設 如果你裝在低碟的話 跟木幕下面 是沒有關係的 但如果你裝在別的磁碟 可能要修改一下 那個 它的設定 OK 所以我看一下 看一下 如果有 錄製不同 如果錄製不同 修改一下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教各位怎麼改 因為我這一台好像也只有C碟 好 那把它下載之後 但是好像直接下載到C碟 沒辦法 我先放桌邊再搬過去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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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观看